圣才童子以如是尊重 如是供养 如是称赞 如是观察 如是愿力 如是想念 如是无量智慧境界 于毗卢浙那庄严障 大楼阁前 五体投地 所以呢眼前出现了一个大楼阁 这个毗卢浙那庄严障大楼阁 这是什么 毗卢浙那佛 然后呢 这个楼阁呢 他就顶礼哦 顶礼 顶礼呢 哎 他说这个顶礼这个楼阁呢 这心里面是要恭敬尊重的心 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 在礼佛的时候的那个心 都是很庄严的 就放下了自己的 这个我直我见我慢 然后呢 但是在礼佛的时候呢 因为善加同志 他前面在思维 他要尊敬一切发菩提心的人 然后他要把自己的神明布施出来 然后他要发愿 那大家在这个归一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念众生无边试愿度 然后呢 去受菩萨戒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发愿 那很多人在念这个 自己那个愿力的时候 其实你会不会感动 会有一种感动 然后还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心态 就是我怎么那么伟大 有没有 是不是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小小的那个心 变成我愿意这样子 心菩萨道 然后我愿意众生无边试愿度 其实他会出现一个很神奇的那个 从自己的很狭隘的心会 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那个 那个很大的心 但是那个很大的心 其实有的很抽象 因为有时候我们只是讲一讲讲一讲 回到自己的生活空间 又变成小家子气 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在礼佛的时候要发 一边礼一边要告诉自己要发愿 我们出家师父的每天的早课都会发愿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的这种愿力 常常都是刚刚开始是在这个庄严的地方 还有亲近的地方 或者是真正善之士 你值得信任的时候 你会发起那种殊胜的心 可是回到的自己的凡尘俗 是你遇到身边的人 很小家子气 你的心会跟他一样 就开始计较 因为他就是一般见识啦 我们就会被禁转掉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要常常要原念在这个 愿力当中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其实是 可大可小 但是因为练习不够 所以常常缩小 那常常缩小呢 再这样缩下去 我们就会变成会失去我们的愿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要制造自己可以常常发愿的一个因缘 所以礼佛也可以这样子 诵经也可以 来自于我们遇到所有的人慢慢练习 遇到每一个人 我就是要发愿说 我要度度你 我要成就你的善根 那这个就是叫做菩萨行的开始 就是我愿意愿意发心 愿意发心了之后呢 当这个善财同子在礼佛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发心 就是变成习惯了 所以这时候呢 他其实已经跟他的愿力打成一片 所以他就讲喔 他这个 这个三百四百三十六页 善财同子入儒式至端心结念 于楼冠前 举体投递 殷勤顶礼 就是在这个 毗卢真纳 毗卢真纳藏殿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顶礼 然后他的心是跟 什么 这个智慧相应的 好 然后呢 他在这个地方顶礼的时候呢 他说 此大楼阁是解空无相无愿者之所住处 谁住在里面呢 是一个大菩萨 这个菩萨呢 是已经是等觉的菩萨 因为等觉的菩萨就是佛了嘛 可是他是菩萨喔 然后他这个菩萨呢 他是什么 已经把谁样 空无相无助的所有的佛法呢 完全是一片的这个状态喔 所以他下面就讲说住在里面的这个楼阁的这个人呢 这一位菩萨他是有跟佛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他就在讲下面这几段呢 全部都是在讲这个住的人的功德 好到445页 此大楼阁是住如是等一切诸功德者之所住处 然后他前面就讲说 他在顶礼这个楼罐的时候呢 这楼阁里面的这一位是谁呢 是一个具有大功德的人 然后这个大功德呢 就是跟佛是没有差别的喔 好那到457页 第三行喔 耳时善财童子已如是一切菩萨无量称扬赞叹法 而赞叹毕罗这那庄严障大楼阁中的菩萨 好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顶礼啊 然后就想说我想要见见里面这一位菩萨 那这一位菩萨是谁 这一位菩萨就是弥勒菩萨 弥勒佛我们看到的都是大肚子的这个 所以你如果去这个毗庐这那藏殿的时候呢 你在那边顶礼会 我要见弥勒佛 结果出来的不是大肚子的 你会不会说那也是一 好好像也不是对不对 所以那那你会见到谁呢 你想象中的弥勒菩萨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为什么我们一般看到的都是大肚子的 好 大肚子的是因为他有一个化身 是一个布袋和尚 相传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因为我们中国就喜欢这种胖胖的 看起来很有浮相有没有 而且他又拿着一个布袋 到处都是人家在这怎样 给他的东西呢 他要给人的东西都放在那个布袋 从那个布袋拿出来 然后到他要走的时候呢 他就说 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 有没有 实时是世人 世人字不是 所以呢 他其实就是因为他讲的这个际语 然后接着就不知所终 就不见了 所以大家就说 嗯 这个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因为他分身千百亿 然后实时是世人 他们随时都在观察 关心着世人 但是大家都不认识他 有也不是太善这样 所以呢 从此呢 大家就说要记得 要注意那个胖胖的师父 可能他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那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 那个胖胖的师父就 喔喔师父你吃的不错喔 是不是 那你就没有想到 他可能就是一个大菩萨 那那个大菩萨呢 他有什么心 他为什么要献这个身 因为呢 感觉就是心宽怎样 体胖 对不对 体胖 那所以 欸感觉这个心量广大的人呢 那个身材就是比较 比较有浮相的 所以呢 我们就说 啊这个基本上呢 弥勒菩萨在大家的心目中 是这个形象 可是他不见得是这个形象 他是千百亿化身里面 一个比较装 比较明显的 大家比较容易记得的 这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就是那个独特性 是不是 就有特色 就像观世音菩萨呢 你就会看到他是拿着镜瓶 那但是他不一定拿着镜瓶 有时候他会拿如意 有时候拿其他东西 但是镜瓶就感觉 欸这好像是 那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代表 这样 所以类似像这样 所以其实他是有很多形象的 那最重要的弥勒是真正一个 叫做什么 他的翻译叫做慈世 所以真正什么叫做弥勒菩萨呢 其实就是一个慈悲的人 你就会知道他其实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那这个慈悲怎么来的呢 在华言经里面非常讲究这个慈悲 你没有那个慈悲心 你其实很难行菩萨道 好 有没有 所以诸佛菩萨以大慈悲心为体 因大慈悲心而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觉 所以我们常说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可是如果菩提心很抽象 你不知道怎么发 那你先发慈悲心 慈悲心比较容易理解 菩提心有时候不一定能够知道什么 叫做菩提心 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呢 他就是慈悲的代表 慈悲的代表 那这个善才童子就很想要见到弥勒菩萨 结果呢 乃见弥勒菩萨从别处来 从别的地方来 然后呢 从别的地方来 原来他不在家 是不是 奇怪他本来是 应该是在里面开门出来 结果 弥勒菩萨从别的地方来 那善才童子呢 就哇一见到弥勒菩萨 就赶快顶礼了 这个顶礼 顶礼了之后呢 他就讲 他这一路走来的一个心路历程 最早最早就是文书菩萨来教他发心啊 然后呢 他就一直这样一路 就学着这些善知识的所有的法门 一路走到这里 好来 477页 那弥勒菩萨就称赞善才啊 大功德 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 所以有些人呢 他就会觉得说 哎呀 你们佛法每次都在讲功德 功德 那我们其实六祖台经里面 六祖大师有讲那个功德 一般人的功德 很容易把他用什么 用出多少钱啊 做多少事来做指标 但是事实上真正的功德是 什么叫做功 叫做见性是功 有没有 什么叫见性是功 就是你明白自己的心 明白众生的心 那个就是 你的心就会开始发挥功能 有没有 有作用了 因为你知道你的心是清静的 然后能生万法 然后我可以想出很多很好的方法 来帮助更多的众生 然后是有射受力的 就是你看我们 我们有没有相信自己是有福报的 就是你去吃 你不管是去哪一个地方 你去的地方就会 生意不好变好 有没有 有有感觉自己这样吗 好像开始有一点感应 有没有 所以呢 当你开始觉得奇怪 本来这个家 这一个餐厅 没有半个人 我一来 怎么一下子就满满的 那也就是叫做什么 带运气的 带好运的 那什么叫带 什么叫带好运 就是你到哪里呢 哪个地方呢 就会变得很幸福 然后很有很好的那个正能量 那个就是功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功能呢 因为其实你相信你的心可以改变 让世界变得更好 这个叫做见性是功 所以见性呢 其实很多人说 哎呀是不是开悟 有的呢 号称开悟的人 很难相处耶 因为他开悟之后 所有的人都不开悟 他就看不起 就觉得别人很愚蠢这样 那请问这样子的人 觉得别人很愚蠢 请问他有开悟吗 他就没有开悟 因为开悟的人是怎样 有第二个叫做德 叫平等是德 看到所有的人就像佛一样 因为佛的心中众生是平等 众生都是未来佛 只是他现在呢 被他自己的烦恼给障碍住 很可怜 所以我们要帮助众生 让他怎样 找到他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力量 不要这样作俭制服 然后当我这样子去看待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那个叫做德 就是德 他不会小看任何一个人喔 他不会因为某一些社会的条件 跟他现在的成就 而对人有分别性他是平等的 不是啊大老板我才要 喔怎样很扶持 所以很多人会讲 哎呀那是佛门也不公平 什么功德主功德主 对 因为所谓的功德主就是 大家明白自己的心 然后能够珍惜 所有大家一起共修的因缘 所以功德主的真正当功德主 其实是他不会产生傲慢心的 他就会对所有身边的 所有的同修都很尊重 这个叫做功德主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功德主 而且如果我们没有功德 那我们就要学习积功累得 做不了这么好 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好 那我们就要练习 不是说哎呀那既然达不到 那就不要做不是 我们就是慢慢练习 让自己变成功德主这样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殊胜的一个定义 那这个弥勒菩萨呢 他就见到上才通知 就一直赞叹他大功德 好 因为他要参访到53个善知识呢 每一个善知识他都学习到满满的 其实很不容易耶 因为有时候呢你会觉得 哎呀这个善知识他哪叫善知识 他也教不了我什么 我还比他厉害 好那这样子善知识就断线了 他就不是你的善知识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的 去尊重每一个专业 尊重每一个人的发心 好你觉得别人的发心没什么 那你其实也没有办法像善才童子这样 去完成他善知识的修学 所以他这一边呢 善才童子文艺就很开心 开心到什么 生毛皆树 悲弃哽咽 启力合掌 恭敬瞻仰 哇他被这个弥勒菩萨 一个大菩萨赞叹 其实高兴到不行 高兴到生毛都站起来了 哇这实在是这个形容 真的很厉害 然后他就把所有的东西 通通都供养 都供养 但是其实他没有东西 因为他一路在旅行 他有他其实有 就是很多善知识节 给他很多的供养 然后他就赞叹 就是供养的这个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就赞叹他 他说善哉善哉真佛子 普策诸根无谢眷 不久当具诸功德 犹如文书即与我 他说你今天呢 再用功 不久呢 你就会像我跟文书菩萨一样了 所以很厉害 很殊胜 所以这一段呢 就是他见到 弥勒菩萨的一个因缘 那弥勒菩萨这一卷 他有两卷 就是弥勒菩萨这一个 一尊菩萨还有两卷 来四百八十六页 来善才童子见到这个弥勒菩萨 崇摆弥勒菩萨摩赫萨言大圣 我已先发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我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云何修菩萨道 他说你看到最后一尊呢 他还是在问这个问题 他说一切如来受尊者记 因为他有被受记 就是当来下身 一生当得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下生下一生就是成佛了 那若一生当得无上菩提 则已超越一切菩萨所住处 因为我们说你什么时候会成佛 我们会讲一个时间叫做什么 三大什么阿森期期 那是多长 那就是很长很长很长 长到阿森期就是叫无数 可是既然有人已经走完这个无数 然后就说下辈子你就成佛了 下一生 那圣明的菩萨当然就是 就表示他就是所有的菩萨里面怎样 他是候选人他已经要怎样毕业了 他毕业了 那个叫博士候选人有没有 什么时候毕业 下一次就是你的 那这个就表示他是最厉害的 就是所有的菩萨里面最厉害的 则已出过一切菩萨里身位 则已圆满一切菠萝蜜 所以有人说他要发愿要怎样 上身兜率陀天 他要去弥勒净土有没有 那兜率天在我们的什么 收复世界的那个四王天 刀立天 叶摩天 然后到兜率天 所以有人就是主张他要去那个地方 他觉得这样子比较近有没有 极乐世界不知道在哪里 还有点远 他不是在这个世界 那至少这世界里面有一个净土 那事实上远跟近是怎么来的 然后一生跟无数生是怎么来的 有没有 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凡夫的想法 我们是有局限性的 所以会有远跟近 如果你真的心跟佛是一致的 亦佛念佛是不是 其实净土就在哪里 就在静心中 所以千节呢就在什么 一念 所以在华严静里面就讲到这个观念 就是依多无碍 远近也无碍 里外内外无碍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自己的狭隘的想法 所以才会有长跟短 远跟近快跟慢 那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弥勒菩萨呢 已经到了这个最殊胜的一个等觉菩萨了 所以他等于是跟佛是一样的 师父 嗯? 好请说 什么叫做离身位 然后 宣布的离身位 好 哪里 离四八十月的离身位 四百八十六页 就是一生当得无上菩提 则已超过一切菩萨所诸处 则已出过一切菩萨离身位 则已圆满一切菩萨蜜 什么叫离身位 就是没有生死 没有生死的 那每一个人都没有生死 没有生死就是捏盘嘛 就是已经超越生死 但是在超越生死当中 还有初地的超越生死 二地的超越生死 祂是最殊胜的 就是在这个 这个多生累劫的生生死死当中呢 祂已经怎样 已经不生不灭 已经有不生不灭的境界 所以祂是祂的位次是最高的 好那这下面呢就在讲 菩萨要怎么修行呢 所以四百九十页 祂现在问什么 问说那你是最厉害的 那我问你怎样可以最快 具足一切佛法 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们要行菩萨道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觉得 应该要花比较 就是把时间用在最精准的事情上 就是最容易成就 然后最有效果的那个法门 其实是就是我们很相应的法门 然后到底要怎样才会学到最好的法门 然后让我们成长最快 所以祂在问这个问题 你要去问什么 知幽生嘛 你是怎么样可以 可以这么快的呢 这样有没有 你是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成绩呢 祂一定有祂的学习的诀窍 所以行菩萨道也是这样 菩萨云合学菩萨行云合修菩萨道 虽所修学吉德具足一切佛法 昔能度脱所念众生 是不是 这福音那么多 那师父你为什么要选华颜经 因为华颜经其实是怎样 很有次第 很有次第 他讲的很完整 就是他想的很详细 可是呢 因为有的人他没有办法一开始就 能够接受这个华颜经 因为他讲的太美了 这个世界太简单了 感觉好像都没有困难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配合愣颜经 把它分析什么 愣颜经就是眼前有两条路 这条路一条是轮回的路 然后一条是解脱的路 那轮回跟解脱 其实他就在你的心的选择上 所以我们就用愣颜经作为一个钥匙 然后呢打开了之后 我确定我不要去走轮回路 那我要接下来走菩萨道 我确定我的心了之后 其实我就可以开始配合花颜经 那这两部经配合起来呢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生找到一条捷径 什么叫捷径就是 其实真正的捷径不是直的 是你不要绕弯路 不要走错路就是捷径 有没有 你不要走到错的 因为走错又要回来 是不是叫做浪费时间 所以你也走到一条正确的路 那不管这个路是直的还是弯弯去去的 他只要有会到终点 那就是捷径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三财同志问弥勒菩萨的问题 他说怎样可以具足一切佛法 那我们讲 楞严经里面呢 就是叫做小藏经 所以他里面 藏中别远所有的内容都有 然后这个花颜经里面叫原顿之教 所以不管是花颜中的叛教 还是天台中的叛教 都把花颜经放在最圆满的那一个教法 所以他最完整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两部经呢 如果我们花时间 两年的时间 甚至于有的人开始了之后 觉得这部经就是他终身要学习的 那其实这个会 让我们这一辈子的修学会快很多 成长很多 所以叫做 极得具足一切佛法 然后呢 也不是说 你就不用读别的 你其他的经典呢 你有这两部经来做基础的时候 你其他经典都看得很清楚 很容易 就是你就会发现你看什么经 你都能够懂一经通百经通 所以呢 其实就是这个是一个基础 当然我们如果还有企图心的 我们就会发愿 三藏十二部经 我们统统都能通达 有没有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过去的这一年 就是在这边发新研究什么 于且式地论 有没有发现 其实于且式地论的这个架构 它也是可以跟华颜经做连结 所以其实这个只是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佛经里面呢 其实它都是相通的 只是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去研究这么多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每一门都好花时间 然后都不知道讲讲讲讲到最后 感觉自己好像就是入海涮沙这样 所以呢 如果要最快的能够体刚窃领的话呢 就是要有方法 叫做积德具足一切佛法 那这样子的学的佛法 你要能够用 如果马上就可以用 那就是好方法 而且很好很有效 所以用来做什么 用来不是来变成自己学富五居 而是用来可以度众生 可以改变帮助一个 难调难辅的众生 所以西能度脱所念众生 所以你最想度谁 如果你能够度到成功 那你就是找到度他的方法 好所以呢 这是如是等事 希望能够 可不可以帮我解仪一下 491页 而玄弥勒菩萨摩赫上 观察一切道场众会 就指着这个善才童子说 说大家啊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善才啊 因为呢 这个善才童子啊 实在是勇猛精进 好然后呢 这个善才童子啊 他怎么来的呢 他从浮沉 那个时候呢 在浮沉遇到了文殊菩萨之后啊 他一直辗转难行 求善之事 今由一百一十善之事已 然后而来自我所未曾占起一念匹谢 你看他已经经历这么多的善之事 他这边讲一百一十善之事 有没有 那我们为什么说五十三餐 好 为什么说五十三 那这里明明就一百一十餐 有没有 好是 那五十三餐呢 再讲五十三个阶位层次 然后一百一十个是他遇到的人数 像刚刚那个什么同男同女他就一组啊 他也算在里面 好那这里面呢 他说这个长者子啊 最难的是什么 他见了这么多人 他没有一面匹谢 所以呢这是不简单 不简单 那这种人呢 你就是可以跟他好好的变成同学 好所以呢四百九十二页 倒数第三行 他说如是之人难可得闻 难可得见难得亲近同居共行 好你可以跟他住在一起 好可以跟他住在一起 可以跟他一起做事 因为这长者子啊 发心要救护一切众生 他的发愿而让你可以选择跟他同行 他是值得成为你的同伴 好那在四百九十三页 这长者子呢 就是他他不但是大家可以当同伴的 而且他可以怎样 他可以是当作为菩萨的代言人 可以派出去弘法 好因为他具有什么 第一个有慈悲心 好第二个他有这个度众生的能力 好因为第一个我们可能有慈悲心 可是第二个我们的能力不够的时候 会被卷走 有没有 那如果呢我们有能力 可是没有慈悲心 即使你你有这个办法你却不愿意嘛 你也不愿意 所以他这下面讲啊 第六行他讲 诸仁者子长者子 为被四流漂泊者造大马船 这个四流呢是讲我们的欲望 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习气 好那为比剑尼莫逆者 剑尼就是我们的邪剑 好我们被邪剑 这埋葬的 然后快要溺死的 所以呢他可以呢 来帮我们怎样建一个桥 让我们爬出来 好所以他这边呢就在讲喔 你看他其实他的功能是什么 佛法的功能 弘法者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造桥铺路 有没有 诶这一个地方有坑有洞 大家走下去会危险 我们就把它铺平 好然后大家要在那个河流里面 已经要默逆了 我们就把它怎样 好盖一个桥 做一艘船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准备工具而已 我们并没有要帮这个人走 是不是 所以菩萨呢至于我们也是 菩萨度我们 他不是帮我们做所有的事情 菩萨呢他就是给我们一条路 啊我们去走 菩萨给我们一艘船 我们要活啊 要不然你不去坐那个船 那你坐上去说 欸菩萨你怎么不开船 这个也要菩萨开 所以你要知道善用这个工具 佛法是工具 他可以帮助我们 离开这些痛苦 但是呢我们要自行操作 已经都准备好了 万事俱备只欠什么 就是那个东风有没有 就是需要什么 需要那一阵风把我们给吹 吹过去 所以那那一阵风 那个东风叫做什么呢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呢他说欸我现在呢 已经具有这种工具了 接下来是什么 所以495页第三行 那一个东风就叫做什么 发菩提心 好我发了菩提心 我的这一生的本领 我就会怎样 把它显现出来 我愿意嘛我要先愿意 愿意之后呢 欸我家里面有一艘船 我就拿出来甚至于呢拿出来给大家做 然后我还要帮大家划船也没关系 只要你愿意做 是不是 欸我家里有一 一座桥有木板 我愿意来铺 铺给大家做 啊没有木板 那我们就去找木板来铺桥 是不是造桥铺路 把工具完成 但是最重要的那个东风就是 谁来完成他 谁来成就 有一个众生的因缘 有没有 要不然呢你说 我要救那个莫逆的人啊 喔起来有起来的 我把你拉起来 拉起来他会再掉下去 因为你没有桥 没有船 他不知道要坐在哪里 所以你把他拉起来之后放到旁边 那怎么办 他还是又会掉下去 所以呢其实这个菩萨行呢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我要愿意发菩提心 所以他就开始讲到正题 讲到正题喔 496页 他说 诸人者若有众生能发阿鸟多罗三鸟三菩提心 视为稀有 这是第一个 你愿意 第二个发心 发心是什么 我们大家就要想 我们学的华严经啊 学了那么久 然后送华严经送很久 常常师父也说要发心 华严经念来念去 如果你去搜寻关键字 应该出现最多的是菩提心 有没有 菩提心 然后呢 如果你只有讲菩提心还不够 还有一个叫做 发阿鸟多罗三鸟三菩提心 你如果去搜寻那个关键字 你会发现一直都是小小念 都在说这三个字 叫菩提心这样 那菩提心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去想这个事情喔 好那他说发菩提心 这件事情是很难得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有菩提心 谁没有菩提心 没有人没有 但是谁发菩提心 就是真的不多 有没有就不多 那发菩提心里面 如果不多的话 那是不是表示发菩提心不值得 不是 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他有菩提心 所以他不会发菩提心 因为他不知道他有 是不知道嘛 所以他说很难得就是我们 我们愿意发菩提心 真的很难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发了菩提心 就就好了吗 后面当然还有啊 但是你要先发 所以我们每次呢就是 要劝大家用功 其实就是啊你去受菩萨戒 你去做什么 那为什么要受这个戒 受戒之后会怎么样 你先受了再说 为什么 因为受戒 唯一问你的问题就是 你发菩提心了嘛 所以我们只是 透过这个受戒的过程 哦 其实很多人去受菩萨戒 不知道 受菩萨戒 以为是很多的戒要遵守 其实不是 就是菩萨戒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发菩提心 那我需要有人来告诉我说 要不要发菩提心 要有一个角色 那个角色呢就是权威 已经发菩提心的人就问 你有菩提心 你发菩提心的吗 我来证明你愿意发菩提心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开始 所以他说很难得啊 因为你看 我们那个云云众生里面 有几个学佛 学佛的这么多人里面 有几个发菩提心 是不是这样比例下来真的很少 因为大部分的人学佛学很久 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菩提心 所以他也不敢 不敢发 然后每次都一直问 什么叫做菩提心 然后发菩提心会怎样 永远问他也不会发 用问的问不出来 所以他第二个呢 他说发心之后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做 你做做看 做了你才会知道 其实到现在我们还是在问 什么叫发菩提心 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 我们会问 那这样就叫做发菩提心吗 其实还不是 因为发菩提心没有精进啊 所以他讲 要能精进方便 集诸佛法被为稀有 有时候呢 我们看到一个人不发心 我们也不想发心 有没有 噢这个人那么难度 哼算了 变成他的难度 障碍了我的发菩提心 所以其实是什么 其实不是因为他难度 是因为你本来就不发 你找一个理由说 哼哼那么难度 所以我不发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在想 当我遇到挫折我放弃了 其实是因为 你本来就不发菩提心 不是那个人真的很难度 所以呢 其实我们就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发心 我非要度他不可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 有没有 你需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所以呢 就是如是精进方便集诸佛法 那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要 这个叫做方便善巧 我们要让所有的人都愿意度众生 其实好难 我们这个道场有一个小朋友 他是那个 他的那个奶奶来学佛 所以他每次呢 在家里面好无聊 我就是非用跟他而已 所以呢 他每次呢 就是奶奶要来 他就说我也要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到场有小师父 然后小师父呢 就在礼佛 礼佛 因为他就很 在家里面很无聊 所以竟然有人 就我们就跟他说 这个是你师父 然后小师父带小小孩 四岁就在那边礼佛 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 小师父就很可爱 他就能理所理性空极 然后他就跟着念 然后拜下去就开始 能理所理性空极 然后就拜一个早上的佛这样 那拜一拜我就问他说好玩吗 他说好玩耶 还有拜佛也很好玩 你看 你看这个就是 你看我们为什么会让小孩子 不喜欢学佛 因为你要 那要处罚他的时候 就叫他去拜佛 他当然就不喜欢拜佛啊 是不是 他也说啊小师父就带他拜佛 哇好开心喔 然后呢那天那个小孩子实在很好偏 我就说 来我们来 办鬼脸 然后呢我们就 两个人就在那边自拍办鬼脸 看谁比较丑这样 然后两三丑到不行 太丑了 结果呢 他就觉得很好玩 有人陪他 结果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只要拿起手机 他马上办鬼脸 他就说 没有我们没有要玩 他说 欸这样子很丑嘛 然后现在变成 看到师父第一件事 你就先办鬼 已经被制约了有没有 所以我说啊 我突然觉得 原来那个小孩子喔 其实就是你看怎么教 他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你就要想办法影响他喔 那结果 因为他实在是很喜欢来到场喔 可是呢他的那个阿嬷 有时候就没有带他来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睡 睡超过时间 他就不要带他来这样 结果呢 他竟然为了要来 就整个晚上不敢睡觉 很焦虑这样子 因为他怕阿嬷不要带他来这样 然后欸 开始就好教了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呢 有一些坏习惯 这个现在家长都喜欢带 让小孩子不要吵 就是给他一直看电视看手机 所以呢他那一天就一边呢 看手机啊 一边不要吃饭 我就说欸你要教他喔 如果你要在道场里面常常来的话 你要吃完饭才可以看手机 不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手机 这是不好的习惯 然后呢他就 他就心里面呢就很不开心 他说我不要 他要看手机这样 我就说喔这样喔 那这样子你不可以来 因为我们不喜欢这样子都不乖的小孩 欸 然后呢他那时候脸就臭臭的嘟嘟的这样子 然后就噗这样子喔 我就说半鬼脸好丑喔 然后呢欸 他就走了 反正我就说没关系 结果隔天呢 欸他又出现在那边 很认真很乖的吃完饭才看手机 我说哇 你怎么这么棒喔 你看 如果前面喔 没有结那个圆喔 一天第一天来 我就阻止他看手机 他就不要来了 所以前面呢要先喜欢来 你才有办法去改变他的坏行为 那从这个模式上呢 我就可以知道 当你想要改变一个 你要度的众生的行为 你要先让他喜欢你 你说他如果不喜欢你 他听到你的声音就躲担 然后就直接否定 那你没办法改变他 所以先要怎样 先要了解什么方法 可以涉受众生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发菩提心 你如果对众生有心的话 你要成为一个更可爱的人 所以他就讲 能如是精进方便 极诸佛法 备为稀有 就是要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就是 让自己变得更有办法 这样喔 又能如是求菩萨道 又能如是进菩萨行 又能如是示善知识 又能如是如旧投染 又能如是顺知识教 等等等等 哇这个事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呢497页 他说因知辗转被更难得 所以这么难得 发菩提心之后 还有后面配合这个菩提心 所产生的一切行为 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好那下面呢498页 结果弥勒菩萨呢要教他什么法门 赞叹完之后 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然后呢 现在善才童子来问问题了啊 那所以他要教他什么 他说 弥勒菩萨喔 他这个赞叹了善才之后呢 好 告善才言善哉善哉善男子 辱为饶意一切世间 辱为救护一切众生 辱为请求一切佛法故 发阿鸟多罗三鸟三菩提心 好 那结果呢 他叫他什么 就叫他发菩提心 有没有 发菩提心 这是不是很奇怪 我前面不是已经发菩提心的吗 为什么他现在又叫他发菩提心 然后呢 接下来喔 499页第三行 何以故 菩提心者 犹如种子 能生一切诸佛法故 发菩提心喔 原来是种子啊 所以你看我们明年要设计的那个叫 种子教师营 有没有 是种子菩萨 然后我们前几天呢 台中的那个居士 他说师傅好奇怪喔 那个名字呢 就是这个种子呢 他的那个讲堂喔 刚刚成立的时候 有一个法师去挂单 然后挂单的时候 隔天呢 他就说他在讲堂里面捡到一颗种子 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他说怎么那么奇怪 原来这个种子到底是什么 那因为种子你不知道是什么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要怎么办 对不对 是不是要去种种看 结果呢他就去种一种 嘿 好奇怪喔 就长出一朵很奇怪 他不认识的花这样 他就说 嘿 竟然这么多年之后 竟然真的有一个营 叫做种子教师 他觉得好神奇 我说其实种子就是什么 种子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有没有 菩提心就像种子一样 他要有种子才能长 不管他长成什么样子 他一定要有种子 所以呢 他到最后呢 菩提心呢 就像大地 菩提心就像浸水 他就一直赞叹菩提心喔 哇 啊我怎么要学一个新的法门 结果一直在讲菩提心有没有 讲到多少 你看到我们一直往后翻 好 五百 翻到什么 五百一十四页都是 都在讲菩提心有没有 那五百一十四五百一十三页 这全部都在讲赞叹菩提心 菩提心 好然后呢 最后一行 菩提心者成就如是无量功德 举要言之 这个发菩提心这件事情 惜与一切佛法诸功德等 好所以诵经如果不发菩提心 诵经也只是有为之法 好修善法 修行不发菩提心 犹如耕田不下种有没有 我如果不发菩提心 而修诸善法 在《华言经》里面讲的很严格喔 叫做魔 有没有 我做我做善事 我会不会有大福报 可是我的大福报 有没有可能让我变成天魔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发菩提心 所以魔跟佛的差别就在一个字 叫做发菩提心 就只有差这个而已 那既然这样子 那就表示 我们如果发了菩提心呢 三世如来从菩提心而出生 世故善男子若有发 阿鸟多罗三鸟三菩提心者 则已出生 无量功德 普能摄取一切智道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善才童子之所以会来见弥勒 就是因为他已经发菩提心了 结果他经历了一百一十个善之士了之后 来找到了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竟然叫他怎样 发菩提心 所以表示所有的千经万论都只有一件事情 江先生没有来 江先生说这就是重点 因为他当教授有没有 重点就是什么 发菩提心 哎呀真的原来是这样 那是不是发菩提心就可以了 对 真的就是可以了 所以世故善男子若有发 阿鸟多罗三鸟三菩提心者 则已出生无量功德 所以就是确定这一部经 只有一件任务就是什么 发菩提心 那师傅那我们这样还要念吗 要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 所以你认真多念 然后我们要不要做这么多 要因为你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要去做 做了之后才知道 不知道什么叫做发菩提心 跟不发菩提心 不发菩提心做所有的事情 心里面烦恼多 有没有就是哎呀太累了啊 太烦了 就大家在那边争来争去 有没有 发菩提心了之后没有计较 好发菩提心了之后也没有比较 发菩提心之后呢 你每天不管你做什么 都是不得了的无量功德 所以要去自己去试试看 你发心做跟不发心做 好所以今天呢回去家里 你的家人就是你发心的对象 我要发菩提心 我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我跟家人在一起 这个发菩提心的家人呢 他就变成菩萨 好有不然呢 那个你没有发菩提心 他就把你当成什么垃圾 找地出门 所以呢就怪你没有发正确的心 跟他相处 所以你要很感恩 我要发菩提心 从此我要对我的所有的家人 都要发菩提心 所以像壁珠 不管你的同学跟你讲多难听 你就是发菩提心 所以你管他讲 反正他又不是骂你 是骂我们啊 在背后说我们的坏话 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知道我是发菩提心的啊 所以发菩提心的时候 所有的否定跟批评 我们都谢谢帮我消业障 他说的也没错啊 对不对 所以他讲的是很毒 但是读的很有道理 对不对 那我就很 喔欸不错喔 只是他没有修养而已 那我们呢 欸这面对所有的人 他其实他并不是故意要这样子 他只是要让你难过而已啦 那我们就发菩提心 我们不要难过 我们要感谢他 我们要感谢他 所以我们要更怎样 更发心的去成就所有的人的不发心 好我们就要去发心这样子喔 那慢慢慢慢的我们就知道 喔原来这整个弥勒菩萨呢 他就教我们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那菩提心要怎么样能够真的发 我们可能生生世世都要 一直不断的问这个问题 因为他没有答案喔 没有终点 因为这个善才童子 他不是这样问问问问到最后一个 也是跟他讲发菩提心 每一个三知识都确认 你是不是发菩提心了 发菩提心 我在跟你讲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成就你的菩提心的成熟 发了菩提心 那个种子会结什么 佛果 有没有 所以以无上的菩提心之樱花结无上庄严之佛果 这叫做花颜经 花颜经就是这样 那个花就是因嘛 那个盐就是果 所以花颜经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的菩提心成就的结果是庄严的 所以呢 这是弥勒菩萨教导善才童子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 整部花颜经讲的也就是这四个字 加量的玉瓶 绿色 佛工 工